佩涵就叫他回去了 真的很擔心嘛 佩涵也不是真的想離婚 妳也不想要他離婚對吧 對啊 所以啊 他回家有什麼不好 我知道 但是我感覺出來 他回去不是心甘情願的 而且我說好要挺他 結果就沒做到 這個已經不是挺不挺的問題了 至少佩涵回家 他們能碰面 所以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對吧 佩涵也不是真的想離婚啊 我懂妳的意思 只是佩涵他不像我這麼伶牙俐齒 他個性這麼溫柔溫順 又很容易妥協 他要撕回去之後 受到更大的委屈怎麼辦 妳是不是對妳自己有什麼誤解啊 妳伶牙俐齒 哪裡 在哪裡 林雨萱 反正我說真的 如果妳想幫妳妹的忙 妳就最好什麼都不要做 妳的幫到忙 喂 妳為什麼總是要這樣看不起我 我說什麼話妳都要這樣反駁我 這樣頂我妳才高興是嗎 如果妳是真心想要跟違背試一試的話 那妳就要做到不再嗆他 不嗆他 不嗆他 那我們要怎麼對話 欸妳真的是嗆他嗆習慣耶 妳可以讚美他嗎 讚美他 嗯 其實佩佩她有很多很多優點的 妳就要去發掘她的優點 然後不吝嗇的讚美她 這樣子她才會覺得自己被尊重 沒有被看扁 才會覺得開心 妳才有機會跟她交往 我會壓抑自己 努力找到她的優點 妳總是這樣說話很獨不留情面 就是要看我血流成恨妳才滿意 要不是我脾氣好 早就一腳把妳踹肥了 而且還好我心地善良心胸寬大 不然我根本不可能繼續跟你當朋友 妳幹嘛不說話啊 幹嘛一直這樣看著我啊 欸 妳這樣子怪裡怪氣的很奇怪耶 我覺得妳說得對 妳善良 寬容 有正義感 對 我覺得可以跟你當朋友 我好幸福 黎雨萱 妳真的是本人嗎 我是啊 妳是不是發燒啊 講話怎麼這樣胡言亂語的 我本人有胡言亂語 吳伯伯 從現在開始 我要發覺妳的優點 我要一點一點的理解妳 找到妳的優點 然後真心誠意的感受妳的美好 說一堆奇怪的話 我明其妙 不要再靠近我了啦 連緊張害羞 都這麼有個性活力 緊張害羞 我是被妳嚇到了 那妳的隨機應變反應 真的很靈命 欸 妳的稱讚真的很不誠懇耶 請問 妳到底有什麼目的啊 我的語氣已經很誠懇了 再誠懇也是黃鼠狼給擊敗妳 絕對有問題 喂 我已經說我要發覺妳的優點 妳還不甘心啊 少來 不認識妳這麼久 只聽過妳批評我 游泳無萌 單細胞生物 做事不經大腦 沒腦袋又愛闖禍 呆懵 呆懵才不是我講的喔 隨便啦 反正 這根本不符合妳的人設 也不是我認識的李雨萱 妳喔 有什麼目的 就直接了當地說吧 談戀愛不就是要兩情相悅嗎 所以妳的意思是 她也有可能不願意 依照以往妳們的相處模式來看 這機會是一半一半 所以 就算我真的覺得妳好 妳也覺得我不是真心的 妳要我老實說嗎 雖然我沒有妳聰明 但是我是有感受力的 妳常常對我的真心 都是 嘲諷 打擊 數落 喂 麗軒 妳知道我在拍片心中 有多負面嗎 我連稱讚她 她都覺得我有陰謀 喔 這麼慘 對啊 而且我都坦白了 我也覺得我很誠懇 可是她連一點點都不相信我 她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兄弟 放心啦 以妳的聰明才智 一定會想到辦法 啊 不然這樣 既然稱讚行不通 那妳乾脆就主動出擊 妳要我跟她告白啊 我只不要 這時候告白 妳一定會狠狠被她打臉 當然不是告白啦 以妳現在在佩佩心目中的負數值喔 妳告白 她反而會覺得妳有陰謀 所以我的意思是 唯衛衛救兆 唯衛救兆 所以妳的意思是 從她身旁的人下手 妳就先討她周邊的人歡心 這樣子他們就會聽妳說話 喔 這個李雨萱不一樣囉 喔 這個李雨萱是個不錯的對象呢 同時呢 妳又幫佩佩解決問題 這樣佩佩也會開心 不是一舉兩得嗎 這一招不錯耶 整個球場上 球員 裁判 觀眾 都是妳的隊友 妳要怎麼輸啊 唯衛救重 如果你是我兒子啊 不知道要省多少錢啊 好不好 以後多的是機會 沒機會啊 雨萱剛剛是在開玩笑喔 在暗示對妳有意思啊 終於 我有件事情要跟妳們說 就是 那個媳婦又沒養過小孩 她懂什麼啊 搞不搞得清楚狀況啊 我覺得她喜歡妳 怎麼可能 她就像哥哥一樣 只是把我當妹妹 我跟她之間是很深厚的純友誼 她對妳的行為已經超出友誼太多了 我愛佳音 我有第六感告訴我 妳也是 對 我也喜歡佳音 我愛她 我不想和妳分開 有那麼多的話 都說不出來 付出過的感情全都 塞進口袋 想要都要不回來 我不想和妳分開